这个男人的身体已经支离破碎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死去 而且伤口中也没有流出一滴鲜血 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造成这种伤害的正是这密室犹豫 这是一种只能在密闭空间才能存活的念语 被他吃掉的人不会感觉任何的痛苦 但却只能眼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口一口被他吃光 这种折磨才是最为可怕的 只有当空间打开之后 念语才会消失 而被攻击的人自然也消失在这世上 这正是旅团团长库洛罗这本书中的技能 他可将别人的技能偷到过来存放在这书本之中 当他想用的时候再次取出就可施展 这种能力实在是太过逆天 而当他知道尼翁有预知未来的技能时 他就已经伪装成一名高富帅接近了他 不得不说团长的样貌确实很帅 因为尼翁对拍卖会很感兴趣 所以当团长把他带进会场时 小女孩把他当作了值得信任的好人 由于拍卖会还未开始 于是两人先到一处喝起了咖啡 两人聊天时团长表示听别人说你占卜很准 而尼翁也直接承认说是好多大人物都会找他 据说他的占卜都是百分百的准确 之所以是据说 因为每次的占卜他自己都不知道内容 于是团长借机让他帮他进行一次占卜 这种事对尼翁来说是举手之劳 他看到酷落落的名字时还觉得很有意思 于是全程在非常轻松的状态下 尼翁开始了他的表演 而这一切也被团长看在眼里 必须亲眼看到别人施展技能 这是他盗取对方能力的必要条件 在尼翁占卜之时 团长也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没过一会尼翁的占卜就完成了 他告诉团长 每次他都会写下4-5句的诗 对应的证实当月每个星期可能会发生的事 由于本月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说明前面一句是已经发生的事 而当团长看到第一句是瞳孔变激烈的收缩 上面是这样写的 重要的日历缺了一部分 被遗忘的月份将会被盛大的吊咽 穿着桑服的乐团奏出旋律 把农历11月的月亮安稳地送走 菊花与叶片一起枯萎 躺卧在沾血的火红之眼旁边 就算剩下的伙伴只有一半 你高贵的地位依然屹立不倒 享受着木间的休息时间吧 去找新伙伴也行 出发时往东方前行 肯定会遇到等你的人 当读完之后团长竟然流出了眼泪 这让尼翁也吃了一惊 对于这占卜如果有人看不懂的话 相信评论区一定有大神会告诉你 而团长也对尼翁夸奖说他占卜很灵验 说着就想读给他听 不过马上被他给拒绝了 因为越是和他不相干的人 他的占卜才会更灵验 而他自己也不能去主动了解上面的内容 占卜结束之后 尼翁反而还向团长道谢 说不像他的父亲那样总是欺骗他 只有团长才会真的带他来拍卖会 为此他感觉到很开心 其实团长才是最开心的呀 这种傻白甜 被人卖了还要帮别人数钱 团长这时提到说不仅对占卜有兴趣 他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魂这件事 所以死去之人生前的最大愿望 他必须要先帮他完成 这是一记快到肉眼不可见的手刀 已经将尼翁放倒 好在团长并没有取他性命 而在他抱着晕倒的尼翁时 团长的偷盗技能也已经完成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终决战的开始 不过黑帮大佬也请来了这个世界上 最为顶尖的杀手 奏迪克两位大佬即将登场